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後...玉瑄來了 來了 陳祥 OK 高哥 高哥沒有 翔玉來了 沒有 OK 所以王姐來了 新宇 如新宇 新宇沒來了 1 2 3 4 1 2 3 4 4 7 7 看一下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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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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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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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負 x 同學這裡可不可以分解?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這個分解成多少? s-2 然後s-3 所以同學分解到這裡 請你看到什麼東西 這個三次函數的圖形 它跟x 會有幾個焦點? 三個焦點啊 三個焦點 我問你 如果你令它等於0 到底哪些x 帶進去 會讓它等於0? 哪三個點? 假設這三個點叫abc 第一個點是誰? 當然是原點嘛 它已經通過00了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點是誰? 20 2.0 對不對? 第三個點是誰? 30 所以現在同學 我們先把這三個點標出來 A點在這裡 來 這是A點 就0點嘛 B點是20 20 抓一個大概 來 B點在這裡 B點在這裡 20 這是2 倒點0 好 那C點是不是在哪裡? 抓一個大概 C點在這裡 就是3 倒點0 好 像有一些同學 它會想說 老師那我知道接下來怎麼做 接下來應該要對它做為分對不對? 看它那個 有沒有產生集職的地方嘛 然後順便找它反區點 但其實同學 你已經是內行人了 請問你 以這個題目 我們目前知道的資訊來講 它的領導技術是負的 三次函數 我們已經研究的很透徹了 它的圖形 如果領導技術是負的 只有這三種情況 你覺得是這三種是哪一種? 是左邊 中間 還是右邊? 是哪一種? 最左邊 最左邊喔 真的嗎? 最左邊還是中間還是右邊? 欸 三次函數一定有個反區點喔 最左邊這一種是會有兩個水平切線嘛 在這裡會產生相對極致 然後中間這一種是在反區點會產生水平切線 這一種是根本就沒有水平切線對不對? 所以到底是左邊 中間還是右邊? 好啦 我來問阿發田好了 欸 阿發田 你知道哪一種? 問他別問你們好 我知道喔 這左邊這一種 對不對 這左邊那一種 這一種嗎? 所以這個圖 我告訴你啦 這個圖詳細長怎樣 我不知道啦 但是大概啦 大概就這樣 這樣 這個圖大概是這樣 這樣 這樣 這樣啦 什麼東西欸 幹 你這種問題是不是 這圖大概像這樣啦 欸 把我畫出來啦 快點啦 好啦 好拉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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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同學那我現在 問妳一件事情喔 它跟N軸所圍層的區域 是不是這個紅色區域跟這個藍色區域 對吧 我問你這兩塊面積可不可以一起算 不行 因為你知道 這個在N軸下方 這個等下積出來 這個面積是負的 前面要加負號 這個藍色的部分 這個曲線在N軸上方 你可以直接積 所以你在積分的時候 你要算這兩塊面積 你不能一起算 你一起算有負有證會抵消 這不是你真正要的答案對不對 所以你這裡要算一次 這裡要算一次 所以這個題目我其實很簡單 來這一題我們就這樣寫 答案來面積 面積 來我們就做定積分 第一個是從哪裡積到哪裡 從0積到2 來從0 從0積到2 然後我們的被積分的分數是誰 是負的 s3次方 加上5倍的s平方 然後再減掉6倍的s 對不對 然後dx 但是同學你要記得喔 這個前面要加一個什麼號 這要加一個負號 對不對 這大家都買的 你現在高三了 應該已經知道這個事情 好 然後再來再來 後面這裡 所以後面這一塊 是從2積到哪裡 從2積到3 從2積到3 它被積分的分數是同一個 負的x3次方 然後加上5倍的s平方 然後再減掉6倍的x 然後dx 對不對 怎麼這樣呢 然後你這算出來 就有啦 對吧 但我跟你講 算這個東西不簡單喔 欸 來 所有東西看我這邊 這裡是負的喔 哎呀 請問你喔 負的3次方 然後我要問另外一個問題 請問5s平方的反導函數是誰 如果你看不出來 我先問你一件事情 你不要管這個5 你先看這個s平方 s平方的反導函數是誰 3分之1 x的幾次方 x的3次方嗎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3分之1 再乘上這個5 教學你應該知道 這裡應該要寫什麼 這裡是3分之5 對不對 我要定定方把它來 3分之5 x的幾次方 3次方 像我啊 我以前啊 就當學生喔 我把它積分完對不對 我會把它微分 看會不會還原 這樣你懂喔 這樣check一下 這個微分 這個3拉下來 約掉對不對 變5s平方 沒有錯 微分的結果是一樣的 就代表沒有做錯 來 那這個-6x 來問你喔 反導函數是誰 -3 對 是-3 s平方 這大家來行的嘛 對不對 好 然後積分下限是0 積分上限是2 OK 然後後面這個也一樣喔 這個加上 來這個是負的四分之1 x的四次方 然後加上3分之5 x的三次方 然後再減掉 3倍的s平方 這樣好不好 然後它的積分下限是2 積分上限是3 對吧 然後我告訴你 這個題目最難的地方就出現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的計算能力不好喔 同學你看喔 這個東西帶進去會變成什麼東西 哎呀 來 2 帶進去喔 所以這邊會變成負的 來 我這樣寫喔 負的四分之一 來 這樣好 2 帶進去 減掉0 帶進去喔 2 帶進去 這裡會變成 2 的幾次方 2 的四次方 減掉0 帶進去 這邊是0 的幾次方 0 的四次方 好 我這樣寫也可以嘛 對不對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那一下也可以啊 對不對 然後這裡 加上3分之5 OK 然後2 帶進去 減掉0 帶進去 2 帶進去 是2 的三次方 減掉0 帶進去 所以是0 的三次方 OK 然後再減掉 3倍的 來 2 帶進去 2 的平方 減掉0 帶進去 0 的平方 哇 直到我們在做什麼 你猜嗎 不知道 你知道嗎 知道嗎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剛才外衝喔 然後 這裡 再加上 來 聽聽喔 這裡是負的四分之一 我這裡講很慢喔 3 帶進去 所以這裡是3 的幾次方 四次方 減掉二的幾次方 四次方 再來加上 後面不要講話 三分之五 來 三帶進去 三的三次方 減掉二的三次方 這樣也行 然後再減掉 三倍的 我當一學生的時候最討厭算這個東西 三的平方 減掉二的平方 因為我算這個我常常都會算錯 算這種東西 你算一下幫我算 這答案是多少 我真的懶得算 你算算看喔 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上面這個都很簡單啊 你畫個圖嘛 對不對 然後做自己積分 這個過程都很簡單 它最麻煩就是這個算 這到底行不行啊 要不要找奧化體來算好不好 來 套化體你會算嗎 來 這是負的喔 你看 這多少勒 二的四次方是多少 十六 十六乘以負的四分之一 所以是多少 所以是負四 四 對嗎 然後二的三次方是八 八五四十 所以這邊是加上 十三分之四十 對吧 然後這裡是四嘛 四乘負三 所以負的多少 負的可樂 負的可樂 哇 我看見這很可愛 來 再加上 加上這個是什麼 我覺得這好麻煩 來 我看一下喔 這裡是減掉 四分之 我看一下喔 三的四次方是多少 八一 八十一 八十一減掉 二的四次方多少 十六 六十五 所以是減掉四分之六十五 這不要算錯 然後 這裡是 二十七 二十七減八是多少 十九 十九再乘以五 十九再乘以五 九五是十五 四 九十五 所以是三分之九十五 齁 天啊 真的沒有算錯嗎 三分之九十五 然後再來這裡是 九嘛 九減掉四是五 然後乘以負三 減掉多少 減掉十五 九 九 那我有沒有算錯呢 該是檸檬吧 哈哈 我要哭了 蛤 哭 欸 幫我看一下好不好算錯 沒有算錯吧 你叫他幫你看了 阿華底很可愛 沒有錯啦 阿華底的錯都沒有錯 OK 幫我算一下 最後答案到底是多少 快點快點 算一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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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這個不會喔 欸這個還要充分耶 哇這有點小麻煩 我最討論算這種東西 快點我再給你們答案 那我幫你們檢查一下喔 因為後面的答案給你們送的答案怎麼樣 好不好 我看一下後面的答案是多少 有嗎有嗎有嗎 有嗎有嗎 有嗎來 唉 等你們等你們 應該明顯錯吧 加油 沒days Joy 什麼就是 謝謝